来景区过大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大家都说河南新乡过量景区坑表示不敢再来 到底坑不坑我们一探究竟 从河南新乡出发70公里后 来到了被人们称为世界八大奇迹 有着绝壁长囊的万仙山景区 到达后看到景区早已被工作人员装点的年味十足 多次来过这里 唯独过年来过量我还是头一回 体验盘山路穿越挂壁 体验仙人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 一锤一锤凿出来的希望之路 之前的郭亮村与世隔绝 没有路时都是通过天梯看病与外界沟通 挂壁对面的悬崖观景台 才是观1250余米绝壁长廊全貌和美景的最佳位置 玩够了就到真正的郭亮村看一看 古村石房行走在村里仿佛回到了过去 饿了找一户农家吃碗地道的呛锅面 顺便采访一下过节是否涨价的问题 听听女老板怎么说 这个水调是炒面炒是炒腐质 上面凉彩汤就是湿涨价 鸡蛋打鲁面食物 呃枪锅面带汤的 打鲁面是不带汤的 那个枪锅面 那个枪锅面 鸡蛋枪锅面吗 要一碗吗 两碗 这个是带汤的 是汤面10块钱 如果是带汤加卤的那个就是15块钱 那平常就是过年也不涨价是吧 对 比如说初一啊初几过来 不涨 好 今年都这个价 啥时候来都一来 呵呵 实在 呵呵 他们他们都说宰客 好多我碰着 呃从我开门到现在吧 十一到现在我碰着两 两 两个人都是说宰客 我说宰客了 你们来古良村里边宰客了 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们昨天晚上就在山下 就那个一刀门那个吃饭的地方哈 呃吃了一碗面条 上了上了一家碗面条 给我们要35 呃 还还上了什么炒鸡蛋 啊 给我们要了35 呃 七十块钱太贵了 我说阿姨那都不是国良村 这就是国良村 你就没有到国良村 他们山下的好多旅馆啊 都打的是国良村是不是什么 国良村是不是什么 名片上全部都是 其实他们都不是 都一直还没到国良村的 我说那你就不能往国良村 头上扣帽了 是不是 不是我说 因为地地道道我们国良村 做不出来这个事 如果要不是说宰客太过分 错到我们底线 我们不是一般不会散 对 这样的 其实我们国良村 我们山里人很厚道 就是这样厚道 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所以说前几年就是网上 说咱们国良村宰客 对对对 现在也有 对 有好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他们的观念已经形成这种模式了 对 就是网络的记忆 它是一直存在的 今天来了好几个人都不敢吃饭 贵 我说十块钱一碗面 贵吗 在山下都九块了 我来到山上 我十块钱给你贵吗 你的 你的 你的有一个衡量 我要从山下 现在是拉了 是不错 因为五块钱一定要贵 是不错 但是我现在 你现在走下去吧 你走到走三十里地 照样还是五块钱 对 它就是这样 因为你进这里边 它运动也不太方便 你不能说一瓶 一瓶饮料 我是山下 一瓶饮饮料 光运费 我没说 你至少都给我三十块钱油吧 是这样说的 对吧 我们这不想别的走去 我们不想干 我们这吃东西 我们也到外地走过 外边的东西真的很贵 这么一小玩 给你要了十块钱 这么一大碗面条 说实在的 那个老面 别跟这样一样 你一翻那老面是越吃越多 你一翻以后 那老面都炒了这两碗多了 但是十五块钱 一个人 你要是像咱们根本吃不完 难的还行 好 如果过年咱们在这住的话 什么房费 身上都一样 因为住的话 也没有也没有几家了 可能是过得初二 估计要多一点 那时候如果你开空调是一百 开空调是八十 一个房间 一样 现在开空调的一百 不开的话 八十 对 一个标间 标间 大院生间可以洗 贵了 你看这个量 大块的鸡蛋 十块钱哦 我们半天生最优惠的一年 就是票全面 那个中巴车费 四十五块钱减半 二十二 今年本票是二十二 就是新疆市的 像那个车 你想进来的话 就必须在这里边住才行 他能把你车给你拉进来 景区规定 如果就是在景区里面住 车是可以进来的 比方说你在谁家住了 联系提前 你不是有那个手机 直接可以搜索 谁家开门 谁家不开门嘛 就是打个电话 留个电话 打个电话过来 让他们把你 你的车牌号 交到景区 才可以放你进来 就是住一晚上 车你可以几点开就算 平时也可以 平时也可以 六点以后进呀 还是 现在可能早一点 五点多吧 五点多就可以 下午五点多 平常呢 平常到夏天 可能天长一点 八年才可以了 他游的是六点半以后 或者七点以后 才让进车 对 不要被别人的语言所吓到 只有自己体验过后 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 我来过几次 感觉都还不错哦 欢迎大家来南太行过大年 我来过大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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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笔的情识 写着副字 两个人 能过手 空闹